可能就是我觉得 我不知道这样的感觉 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正确的时候 可能就要产生暴力 人可能总是在 暴力和非暴力之间 摇摆 所以说人得需要一个坐标 这个坐标不动 你最好不能让 生殖器做坐标 那个生殖器它动态的 你知道吗 它有起伏的 就是要一个 毅力不摇的东西 做一个坐标 我觉得 我们肉身生活 我里的东西 任何的东西都是起伏的 都是动态的 你不允许人家起伏 你又不合适 是吧 不允许人家起伏 才也是一种暴力 因此呢 我觉得我现在的感觉 就是 我们可能时时都有暴力 包括冷暴力 热暴力 冷暴力可能就是没有肢体的吧 没有语言的吧 这样我也不知道 对不对 是吧 当然可能也会改来改去 热暴力就是有语言的 有肢体的 这两者都不好 我们都应该要警惕 这个东西 警惕这个东西 这就是要靠 一个屹立不摇的东西 时刻的这个 勘察我们自己 提醒我们自己 你说行吗 行吗 兄弟 这样回答这个问题 行不行 我们可能始终处于 什么热暴力和冷暴力之中 因此这里 要进入基督教 就是有个上帝 总是看着我们 可能好一点 谢谢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 兄弟 感谢你 你看你满意吗 你不满意 你回应我 兄弟 你是极度满意 还是这个 非常不满意 啥意思 是死了两个 生命永远是最高的 我们永远这个 就把生命放在最高的位置 什么叫死了两个 什么叫死了两个 你不是说冷暴力吗 我没有 我没有 你不满意 我没有 你不满意 我没有 我没有 你不满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